记者庄佩仪综合报道,双人组合东方省起历经两年的军旅生涯后,推出回归后首支日文单曲Ray Boot,团圆昌明回忆起当兵时的心境,表示从小就一直在拍摄和表演,也早将这视为理所当然,因此当兵时只能等待,等着重回舞台的那一刻。 对于东方省起退伍后的变化,云昊则说,随着年龄增加,对于恋爱的想法也有所改变,因我们的心境已能贴近歌词意境,并透过歌唱传递情感,相信两人的成熟男人魅力,会再度收服歌迷们的心。 访谈中也提到两人对女性时尚装扮的看法,昌明笑说,其实我看到戴大耳环的女生都会多少替她们担心,因为担心耳环太宠把耳朵扯掉。 另外也透露喜欢看女生穿one piece的洋装,而允昊喜欢女生穿着简单或有重点,像是大衣配长裤或用色大胆的穿搭都很棒。 虽昌明,允昊各有喜好,但却也不约儿童表示喜欢看女生穿睡衣的样子,于毕两人更是笑开怀,愉快的工作气氛也感染现场所有工作人员。 Ray Put惊奇在台正式发情,东方神起退伍后首发日文单曲,翻设字网络。